格林多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就是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时, 也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 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义。 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而且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 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不安。 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 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 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 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 而是凭天主的德能。 我们在成全的人中也讲智慧, 不过不是今世的智慧, 也不是今世将要消灭的有权势者的智慧。 我们所讲的, 乃是那隐藏的天主奥秘的智慧。 这智慧, 是天主在万事之前, 为使我们获得光荣所预定的。 今世有权势的人中, 没有一个认识他, 因为如果他们认识了, 绝不至于将光荣的主定在十字架上。 经上这样记载说, 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 是眼所未见, 耳所未闻, 人心所未想到的。 可是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了, 因为圣神洞察一切, 就连天主的深奥势力他也洞悉。 除了人内里的心神外, 又谁能知道那人的事呢? 同样, 除了天主圣神外, 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这世界的精神, 而是出于天主的圣神, 为使我们能明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 为此, 我们宣讲, 并不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词, 而是用圣神所教的言词, 给属神的人讲论属神的事。 然而属血迹的人, 不能领受天主圣神的事, 因为为他是欲望, 他也不能领悟。 因为这些事, 只有借圣神才可审断, 唯有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 但他却不为任何人所审断。 经上说, 谁知道上主的心意, 去指教他呢? 可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意。 为了付责人的心意, 她也判断,